一切众生 由爱刻骨 那真爱刻什么意思呢 由妄念 由杂念 那应由患神 这要往深处讲 简单地讲 先由念头 因为由念头 才由物质这个身相 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 物质从哪来 从念头身的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佛经上佛常常说 相有心神 相就是物质现象 心就是念头 一切法重新相似 又说 进随心转 进入物质环境 跟着念头转 念头删 它就删 念头不删 它就不删 删的念头 它就生天 射解庭 欲解庭 欲断掉之后 生射解庭 射解庭高 那如果欲重 勤欲不能断重 那就三我道 欲望下面去 欲重 所以 欲一切法 一定要知道 患 假的 不是真的 知道是患 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就对了 放在心上 就错了 放在心上 你 被环境转了 不放在心上 环境 跟着你的心转 那就对了 随休息 这么多年来 常有人问我 怎么修法 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只简单告诉他 用真诚心 干什么 生活 我们日常生活 用真心 不要用忘心 真心怎么做 从持戒开始 养成习惯 就是无戒 不杀僧 最好不吃众僧肉 素食好 我说服 六个月 明白了 我就开始吃素 那我吃素 六十五年了 那 身一心健康 没生过病 没有住过医院 没有住过医院 清醒过语 所以 大臣 圣教 圣教 是中国传统文化 都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身心健康 自在快乐 那 父子所说的 学而是习之 不宜悦乎 大臣所说的 菩萨 发习充满 长生 欢喜心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永远 欢喜 他们有忧虑 他们有犯愁的事情 为什么 全放下了 这个世界 与自己无关 住在这个世界 还不离开 那是 大慈 大悲 帮助苦难众生 帮助他 破密开悟 帮助他 历苦的路 能帮上忙 众生有福 帮不上忙 我已经尽力了 障碍重重 众生没福 所以我们 统统进行尽力 在佛法讲 无量功德 无论做成功 做不成功 都是无量功德 为什么 做不成功 原因不在自己 是在外头 语言不去除 有人障碍 有人破坏 让我们不能成功 不能帮助你 所以 佛法讲 论存心 你的心 尽到了 力不从心 是外语 不足 所以功德是圆满的 不一定要完全兑现 功德圆满 对不了 功德也圆满 尽心尽力 从这上看 由于有这个缘分 你不能尽心尽力 你虽有功德不圆满 又欠去 佛法 是怎么论的 这些道理 我们要懂 不断